大家好,欢迎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Transforming Lives的创始人凯米·拉文什 他将与我们一起讨论在改变过程中对我们更有帮助的方法 你好凯米,感谢邀请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有关主张的问题 您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主张吗 我们的每一个想法 我们所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主张的表现 这是很自然的表露 人们不会去做太多的考虑 在他们说话与表现出来的时候 所以主张就是你所想的和你所说的一切 那么有关于主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例如说吧 在零到六年之内建立一个我们的信任系统 这里有许多正面的影响 我在这里先不说了 我想要说的是一些关于信任的负面影响 就像我们建立这个信任系统一样 我们首先会考虑到自身 比如说我不足够好 我做不了这个 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天分 我不能行 这都是我们的负面主张 我们就开始通过一年一年的 一天一天的告诉自己这些 其实我们是在自己吓唬自己 这就导致了这样的情况真的吓唬到我们了 使我们相信了自己不够好 自己做不了 没有天分 这个步骤在我们建立信任系统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如果我们可以有正面的主张 这将直接决定成功与否 那么为什么这会起到作用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关于这个 很多的科学家都做了实验 这就是 如果我们的大脑能够给出更多的正面的主张 那么我们在转变的时候 就会向更多的正面去转变 如果你受到了60%到70%的影响 这其中只有10%是正面的 这说明了什么 也就是说 我们的大脑中有太多的负面主张 如果我们可以受到更多的正面主张的影响 去重复它 这样我们的大脑就会制造出更多的有关正面的主张 这些正面主张就会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情绪中和行动中 这样才可以帮助到我们 凯米 很高兴与你交流 感谢你的邀请 我们下期见 好的 这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